张辉 你爸妈现在对你什么样的态度啊 我就希望早点成家 工作他没说 因为毕竟那么大了 他还说了也说了很久 他还接受你唱歌吗 唱歌还支持 反正他也不反对 反正你上什么都去做 能够找个老婆结婚 要个孙子或者孙女就行了 你现在在做广告公司是吗 对对对 你做的怎么样 先利用几千块钱 赚几千还是你赚几千 我赚几千块钱 你说这次如果求职成功广告公司可以关掉 不是关掉给朋友做 慧哥 我看你是应聘的职位 是音乐创作和这个写歌 那我想问你之前的歌在哪块有播放过 我们能看到这个你的播放渠道 还有你的专辑的销量 哭狗QQ都有啊 现在能唱两首吗 我怕等到现在等不到第二个 要不然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知道你的风格 现在我们都是概念性的 这样第一环节到这里 大家对你的唱功都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你有没有机会唱 再看各位企业家的选择 好 谢谢 来 留请我们的十二位企业家 来做选择 祝贺你张慧先生 谢谢 成功进入到天生我有才 你们有搞吗 想听歌 不是说好听歌的吗 想听歌 来 好好唱回歌 加油 好 接下来给老师唱首歌 我的一种原创歌曲 谢谢 天上趴着半个月亮 我背得吉他只有得唱 走过你家小小小的木窗 看到你笑得那样漂亮 江山挂着半个月亮 离别的心情那么惆怅 无缘想起你的花衣伤 眼泪打不争气地流淌 姑娘 姑娘跟我去流浪 飞鸟只有在天空翱翔 姑娘 姑娘跟我去远方 一起看看超越的模样 一起看看超越的模样 谢谢 我觉得唱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好奇怪 他唱了歌 歌声一起 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说的话大部分我都听不懂 但他唱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清 但是我感觉听完你刚才这首歌 我的之外感觉 你在这条路很难火下去 你那个词写的还是不错 但是你整个歌配不上你的那个词 没有激情我感觉 什么呀 余总 余总你作为一个数字营销的人 你应该对文字很敏感呢 你刚才说词还行这件事 对你的这公司不是特别友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1978年的姑娘 在90年街头上 因为你在街头上 对不对 所以我大概对你的名谣是有一点感觉的 我觉得这个词似曾相识 音乐似曾相识 就是我没有听到说你作为一个原创歌手 你东西跟以前这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姑娘跟我去流浪这个词 每一个歌手开始都是跟我去流浪的 就这句词我觉得小叶说的对 曾几何时跟你去流浪的姑娘有一大把 现在谁还跟你去流浪 对呀 其实呢唱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有一定的创作能力 但是就像小叶说的很对 就是没有什么新意 泛泛听过了跟没听过一样 那那那那那那那